Hello, 大家好, 我是 Miss Carol 本名就是记录下我们出生的一刻的气 气 八个字即是有关时间和能量 在八字里面怎么看呢? 天 天即是天干这个部分 是我们见得到的能量 在日干这里就是我们自己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能量体 我们四周围的东西都是能量 在天干这个部分 有四个字即是有四种不同的能量 这四种能量可以千变万化 可能是人物 可能是我们的职位 性格特质 或者我们的才能 技术等等 现在我们来看看一个熟土的命主 她是一位女士 我们看到在她的月处有一个炳火 火心土 当己土见到炳火的时候 炳火就是己土的正恩 正恩可以代表是妈妈 在这个天干这里 我们所见到的就是 这位女士和妈妈是缘分很深的 地 我们看下去地支那里的人 人床夹丙帽 床杆代表她的潜意识 那就是代表在她的潜意识里面 妈妈都占了一定的份量 大家有没有留意到 地支是动物来的 人即是老虎 这个人是代表时间 人时是凌晨的三点至五点 明年是任人年 刚才不是说过 正恩除了代表妈妈 还可以代表其他的能量 在古时一个人能读到书 就是看她有没有正恩 她的正恩重不重 如果一个人的正恩很重 代表她的记忆力很好 她的分析能力都很好 正恩就在月柱那里 月柱也代表她的工作 因为是提纲 所以也可以说 这位女士 她在她的工作上 会用到她的分析能力 这个能力是被人见到 她有的能力力 在她的潜意识也都见到 即是说也是她的潜能 所以玄学是有关时间和能量的 八字是玄学的其中一个工具 当我们心情好的时候 我们情绪好 我们的气场就好了 我们会吸引到好的东西 当我们瘦眉苦脸 不开心 我们做了决定 就不一样 那我们就在行衰运了 很多不好的东西就跟着你了 大家有没有听过人说过 八字的新强新弱 就是说她很多人扶持 很多的资源 所以她的气场就比较高 她的意志力都很坚强 就算她失败 她都不怕的 因为她有能量 我们做父母的 就算我们不看八字 我们多些肯定 支持 鼓励我们的小朋友 小朋友都会强的 帮得太多 又不是好事 如果我们保护得小朋友太多 就会变成 池母多巴尔的 我们想要好云 我们就要懂得控制我们的能量 即是 控制我们的情绪 今次就说到这里为止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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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